今年也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第一次使用望远镜的400周年纪念 它从第一座手持望远镜开始 到现在出现了100公尺的口径甚至更大的望远镜 这些装备让人类对浩瀚的宇宙增加了多少了解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1609年距今400年前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用自制改良的望远镜 在一个无云的夜里望向月球 他发现月球并不像哲学家们所相信 是一个光滑平坦完美的球体 相反的月球表面高地不平 不满的凹洞跟突出物 比想象中更像地球 这一座放大率只有20倍的望远镜 为人类开启了通往宇宙的一扇窗 400年后 避免望远镜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冲出地球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更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哈勃太空望远镜 穿过了会是影像模糊不清的大气层 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银河系 更可以看到一般望远镜 看不到了紫外线跟红外线 光电技术的发展也让光水望远镜突飞猛进 在智利北部的沙漠 夏威夷等地 由数十座望远镜组成的阵列望远镜 一步一步揭开种种新细的民团 你要看这个我们叫 general relativity 很紧的黑洞东西 我们需要很高的resolution 所以现在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办法可以做到 但是在next 10 years 我们有希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自从伽利略将望远镜望向了天际 这400年来 人类至少在银河系中找到了300颗以上的行星 也探测到绕着遥远恒星公转的行星 存在有机分子 代表着可能有生命的迹象 现代的天文学家说 人类对天文的认识 澎湃已经远远超过伽利略的想象 伽利略它可能没有想象段 在今天我们在 在那个会想到做一个 30公尺大口径的望远镜 或者是甚至100公尺大口径的望远镜在地面上 我们可能在10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太空船 就大概在离太阳半径 就几个半径飞过一次 那时候可能对太阳的了解也更不一样 虽然科学家们说 现在正处于天文探索史上最盛况空前的时代 不过相对于宇宙137亿年的行程演变 宇宙中有95%的暗物质 人类到目前还是一无所知 其他5%的星星月亮太阳 人类又了解了多少 面对浩瀚的星球 人类只能自态渺小 接着陈叔叔马开心 许其风采访报道